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 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意見 敬請留意 先回馬在線,今天又回來了 昨晚和前晚我們研究過 找主咖喱大師 跟我們研究過英文和英語教育的問題 說到教育,我想香港有很多家長 知識分子都頭寧寧 千瘡百孔,有很多問題 在香港有很多家長崇尚名校 有否想過一間名校適不適合你的兒子 名校裡面的生活到底是怎樣 名校是名在哪裡呢 今晚班馬在線,厲害了 我們請你一位名校教育家VIP 張卓祥先生 好,我請你出來 張卓祥,校長… 有鬼… 大家不要動字,先拍張照片 你們倆是否以前是孫胎的 真的不知道 以前比較像,現在沒那麼像 現在沒那麼像 張校長,你就是一個 胖了兩馬板的劉天賜 而劉伯祥也是一個瘦身的張校長 不同,有一點鬆長和鬆短之別 再說一次,我入友 那個入友的就說 次官,你入多少友 因為那時的燈光比較黑 那時我戴黑框眼鏡 真的認了是一次官 我也有很多人認錯我是張校長 也有的 我不敢當 一個粗皮的人… 美麗的誤會 你又多不多那些阿太 找你說,求求情 沒有,我沒試過 收我兒子… 但真的有人認錯我是張校長 是嗎 甚麼是教育呢 張校長 你那間學校是直資 還有一間悠久歷史的學校 很多人都想國際進去 是嗎 尤其是這間中學 歷史上來說 進去的環境優美 拾了一間英國的寄宿學校 藍天、綠草地和雪白的校舍 一進去,真是不知人間何世 你住在那裡的仙境 住得久,會否跟外界脫節 也不會的 其實那裡走幾步路 就去到九龍最旺的地方 旺角 對 所以你說人間仙境 這是一個美麗,不回禮 其實我想我們學校的同學 可以說他們都明白到 其實世界就是他們一部分 他們只來一個學習的地方 是的 剛才你剛才提到教育的問題 其實教育很簡單,一句話說了 是提供機會 讓學生能夠發展自我 這就是最好的教育 不過你說拔稅中學 拔稅書有甚麼特色 很多人看不知 我們昨天研究過 英國文化協會在香港 傳播英文有甚麼功能 很少人知道拔稅中 是由法文讀的 是 而且由一個住校的法國人士 一個對香港很有感情的 幾乎是一位傳教士 這位法國伯父 每天在房子裡教法文 這樣就變成 你不僅是英語世界那麼少 而且還有法語世界 其實現在多了一件事 因為有一位舊生捐了一筆錢 給我們說明 學生一定要免費學習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也刪除 所以現在每天下午有八、六位同學 正在學習西班牙文 你們九龍教習西班牙文 講到聖保羅男女中學都有西班牙文 而且還有阿拉伯文 厲害 那你香港全都殺了 不僅是英語世界 法語世界 還有這個中東 香港將來確保大量人才 我們看看拔稅那裡 怎樣上法文貨 好年齡 嘘 你負責你 在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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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每一句 Ti o n 是女性 所以 他們都很專注 法文不是那麼容易學的 因為初二學難精 你學了兩句 紅酒多少年份 這件名牌值多少錢 然後深入人的思想交流 包括當時在香港演出的音樂劇小王子 你看到對方,非常優美 Jean Michel, 怎麼樣? 怎麼樣, 和你? 我想問問他現在的學生 學法文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是在英文學習的問題? 英文學習的問題是在英文學習的問題 我們會說的最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是環境的環境 而不是環境的環境在香港 所以是很困難的 也許我們可以很容易達到的品牌 但不是環境的人 但是有更多的機會 例如在夏天的拍攝 在夏天的拍攝 在夏天的拍攝 我們有16年 還有我們有法國電視 這位法文老師說的很重要的一件 就是所有的香水、漂亮衣服的名牌 只不過是法國的一種名箱 它不是真正代表法國文化的實質 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那位法國老師不僅教法文 他甚至每個星期都找一天出來 煮一頓法國餐給同學試一下 即是法國飲食文化 在那個時代已經有了 這位法國老師在你那裡 十多年好像隱時一樣 為何有這麼奇怪的故事 其實在學校好像類似隱時也不少 我想我們學校有一個包容性就是 你喜歡怎樣 總之你能做得到 你自己的工作都可以存在 你說法文其實就是在戰前 第二次大彈之前已經有法文存在 主要原因當時因為學校都是屬於 國際性比現在更強 因為當時所謂國際學校比較少 都有不少外籍人士在讀書 他們學第二語言 那就要學法文 即是中文對他們來說難些 當然現在的特區政府比較特別 就是今年開始的小學一年級 不論你是鬼仔、外籍人士 或者是本地的外籍人士 總之你是受政府資助下都要學中文 其實這個政策有好處 但亦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其實一個教育或語文 多元化是好的 如果有幾百人是學西班牙文 或者法文有甚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 學日文也好 也可以的 拔稅是一間風格非常獨特的學府 你說了這麼多 不如看看學生怎樣看 好 你是否是拔稅學生 你覺得這裡讀書有甚麼風格 這裡的讀書風格就是 課堂有得讀書 課外也有得讀書 即是好像我們學校也鼓勵走堂的風氣 給我們同學有理由走堂讀書 另一方面 我們學校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機會 我們去發展自己所長 而且是多方面不同方向的發展 譬如音樂、體育、寫作等等 我們學校也鼓勵 那你們的學風相當自由 鼓勵走堂,不是吧 這個我相信有一點美麗誤會 因為我從來沒有說過可以合法走堂 不過學生當然說走堂合法 這樣就變成合法了,對吧 當然其實學校也有很多比賽 有時候他要預備一些代表學校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明正元帥走堂 不是,也對的 你有一種天才 而會拉得厲害,你有一個特權 你的特權就是 我有時可以使用 不過問題就是 走不走堂是你的選擇 我想學校會給你一個選擇 不過也不是一定要走完堂 不是的 好像張浩君 如果他少走一些堂 他現在不是9A,他可能是10A 聽到嗎?要做到… 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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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校長在電視上教導你 是否可憐一點 這幾句應該入心入肺 沒問題 我覺得自由的學習 是使得人們快樂 而且很深刻認識的知識 這件事很重要 以前那些先生會把你捉住 要這樣… 有些學生,有些人 他是很反叛性的 他就是不喜歡你這樣捉住 他喜歡自己學習 這樣… 有部份學校的確 他走堂屬於…挺厲害的 因為他真的會掌握到 自己學習的步伐 應走則走 但有些人也… 因為看到別人走得那麼好 他又走入閉截 就是這個… 並且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所以這也是 學成熟的一個過程 走堂要自量 那些權力在你手上 問題是你亂走 是否自己騙自己 對自己是否一個損失 這是對於學生成長的過程 對於那個權力 那個自我約束 以及合理地運用 這件事絕對是教育的一部份 我們廣告回來 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昨天跟英國文化協會的人士 聊天 我發現現在學校的環境和制度 都挺像英式的寄宿學校 最主要是有一群領袖生 除了剛才那種自由的教育之外 看看校長你這麼慈眉、羨慕 也知道不是那種獨裁的校長 對吧 我怕你中得這群猴子很厲害 也不會 其實你剛才說領袖生的制度 的確是由英式那邊來的 其實跟一般學校的領袖生不同 就是我們學校的領袖生 權力相當大 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 那個年代 怕的不是老師,是領袖生 因為他完全理解到學生 在哪裡橫皮 在哪裡會走那個所謂校代的法律 那他們就會比較掌握得到 那領袖生手上也有權力 他可以罰學生留堂抄寫教育 不用請示你嗎 絕對不用 從來沒有人請示我任何事 你是阿爺 阿爺也不請示嗎 沒有的 沒有的 那本《校規基本法》 任由他們解釋嗎 應該解釋得合不合理 那權力在他手上 看看他的學會會否很文明運用 這也是教育中 如何運用權力的一種方式 對 很多人不懂得運用權力 有權力就自己濫用 有權不用就如其作揮 那我們聽聽學生對這個問題 怎麼看 領袖生會否有時不太受 其他同學歡迎 覺得你們專注背脊 做二五仔 或者是校長先生的走狗 好 這樣呢 其實我們學校的領袖生 可能不同 就是我們是直屬校長下的 我們領袖生 真厲害 敢依為血敵子 對嗎 有少少類似 我們比較在學校重視的 就是等學生 他們真的去明白那些校規上面寫明的 背後的精神 rather than去 就這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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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一些疏通 和學校政策的解釋 對 就不是去鎮壓那些暴亂 沒錯 因為其實講到校規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人 不是不知道校規說甚麼 但是如果要去明白 背後的精神 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這個精神 好 好 比一切更重要 就是很多時候 會走法律 因為他是用字面解釋 是 但是字面的東西 就很多走賺 但是精神 就是大家的共識 領袖生 這個是高招 因為英國管殖民地 他有一個條 叫做indirect rule 叫做間接管治 就在殖民地那裡找回 一群印度人 本地人 優秀一點 叫他去管本地人 就報告給爺爺 是他 他的權力下放給你 他跟中國政治文化裡 所謂的太監、奴才 不同 甚麼是嚴皇好見 小鬼難當 沒有這回事 其實我們校的領袖生 他自己有一個飯堂 是嗎 他們自己有一個特別的室 是領袖生室 校長進去也不可以拍照 這麼厲害 我也不太敢進去 因為我們怕進去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個可以令領袖生 自小有責任感 要記自己 知道自己是精英的階層 知道自己在其他小孩面前 你不需要做一個模範 是嗎?你們怎麼看 我個人覺得 剛才我們學校 讓陶生你這樣攀打 沒有 我作一點補充 有一點不敢苟同 你用到太衛 錦衣衛 錦衛 未免明代黑暗 不如我們轉個方向看 可不可以 御史大夫 監察著某一處 將政權才不會失衡 其實我覺得拔稅這間 很多學生在拔稅裏面 都說這間其實是一間大學 或者是一個社會的宿營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 這間學校的制度 給了很大的自由度 給學生 說真的 其實有好 又不像走堂一樣 其實都 說真的 頗多人自己走進去 譬如音樂上去練琴 有甚麼 沒有好處 其實可以訓練到 學生的自律性 你走了課 你沒有上課 你自己考試 炒了你自己的責任 你自己負上自己的責任 這邊是大學生 大學生 說一說 你覺得大學生有沒有走課 大學生走課 當然是普遍 因為人們都會 可能說大學五件事 其中之一是走課 但我覺得 看看走課的原因是甚麼 有些人可能 因為他真的太多活動 有些人住宿舍 又會有很多活動 令到第二天起床 烏眉欺缺 不如索性走了 反正自己可能覺得 都應付到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可能教授說的 他都懂 或者他自己可以 再找書看 又是覺得 既然想要一樣時間的課 為何我不拿一樣時間 去看那些書 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有不同原因 不是 大學學生走課 有很多 好像最近這宗案例 男生輸入女生宿舍 大皮童年 然後… 晚上而已 晚上而已 第二天 當然是烏眉欺缺 對吧 個別例子 平學一年 你說到酒堂 就要問我 我是教腳王 那時候叫教腳 這個酒堂 經驗豐富 我四年大學都走了三年 不是少了 不是吧 對 那你怎樣欺騙學位回來 不是欺騙的 是考回來的 很簡單 現在我都教書的時候 給了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大家同學無所謂 你不喜歡上課 我同學不上課 問題就是 如果那個先生說的書 你有得著 你很喜歡聽他 幾眼睡 昨晚怎樣辛苦 他都會回來聽你 如果你是教得不好 他就會用酒堂 來抗議 就是你的錯 如果有人學生酒堂 我就知道 做先生有警戒 警戒自己 真的有課 搞得不好 難怪了 我以為酒堂的原因 是男女生 對嗎 就拍拖 拍拖戀愛 講起這個問題 我有話會問 這個不信 先看看 你這間學校好就好了 不過我覺得有個缺陷 就是一間同性的男生的齋校 你們三位一表人才 尤其是Alvin 是吧 長得這麼英偉 這麼有書卷氣 整個這個阿街老街 古巨機 那樣的款 那會不會 那麼多個好東西 收起來 在這個山頭 被香港外面的女生 又認識不到 會不會覺得 浪費了一點點呢 你們怎樣認識女生 有些異性的情感交流一下呢 首先 說英俊 可能我自己也算不上 其實 不要那麼謙 不過 學校 雖然是一間男生的同學 但是 我覺得這方面 反而可能是一個好事 為甚麼 因為 傳統的議題題目也有說 中學生應否談 在中學時期談戀愛 正反方面也有很多論據 我覺得反方面 反而可能比較多 因為我自己看到 有些同學 在外面 可能認識異性的朋友 我真的看到 會有些荒廢學業的情況出現 是嗎 真的會有 不過當然適量地發展自己 即擴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是需要的 好,校長 這個問題你怎樣看 現在性教育方面 香港是否平衡 其實 這是一個 已經不需要討論的問題 實際上 就是說 學生在他 我想現在很開放的年代 不過人得到的資訊 可能未必很正確 或者歪曲了 所以如果一合適的性教育 我想一定會做的 問題就是學生 他現在外面接收到的資訊 或者訊息 令他對性這個問題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學校男女生拍拖 你有編師嗎 我覺得這完全不是問題 不需要 不需要理會 這些真是博雅教育 博雅 完全是挺零類的 但我們想起一層 即想起一層 的確很有道理 學生的姿勢 讓他個性自由發展 好過甚麼都硬 甚麼叫應聲蟲 甚麼都叫抄書背書的機器 好,恭喜 難怪拔稅是一間名校 不過明晚我們再討論 教育方面的另一個大問題 明晚10時半,班馬在線 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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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